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中国禁闻节目 中国大陆知名维权律师普志强 2月6号在新浪、腾讯和搜狐三大微博网站上 发布实名举报周永康的博文 他要求清算过去十年社会的维稳治理模式 指出周永康荼毒天下、祸国殃民 普志强在博文中说 若想从维稳的阴影下走出 就必须清算周永康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 太多的人间惨剧悲欢离合 跟周永康直接间接有关系 周永康秉证十年竟然荼毒天下 实民贼也 普志强的博文受到网友的广泛阅读和转载 目前新浪已经删除了博文 但腾讯和松狐还保留着 日本朝日新闻2月5号报道 最近几年来 中共军队频频爆发士兵出逃事件 报道说过去因为士兵退伍后 容易转业进入国营单位 因此当兵是受人追捧的金饭碗 但是随着独生子女兵 在全体士兵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多 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报道引述中共军方人士的话说 曾有内部调查显示 新入伍的独生子女兵 26%因为无法忍受军队训练而离开 最典型的出逃事例是2011年11月9号 中共驻吉林省吉林市某部队的四名士兵 携带枪支和子弹逃离部队 最近美国三家媒体 纽约时报《华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表示 中国黑客侵入了他们公司的电脑 追踪他们有关中国的报道 有专家说这个问题已经持续五年多了 美国之音引述专家的话说 被黑客侵入的媒体并不只有纽约时报等三家媒体 几乎所有媒体都遭到入侵 只是他们或许还不知道 或许还没有公开 据网络专家介绍 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从事网络间谍活动 但是中国的动静比较大 经常被抓住 而俄罗斯也大肆进行网上间谍活动 只是秘密的多 据中国茉莉花革命网站报道 2月5号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黄岭镇 数百村民在黄岭派出所门外示威 抗议1月23号晚间 警察追摩托车引发车祸 肇示警员见死不救离开现场 导致一死两伤 示威者举起三个白色大横幅 上面写着 见死不救天理难容 民警追车罪魁祸首 为死者申冤讨公道 事件吸引大批路人围观 造成交通堵塞 随后大批武警到场 驱逐人群 警民发生肢体冲突 目前死者遗体仍然存放在殡仪馆 家属坚持讨说法 不让安葬 接下来请您收看时事静闻 原则肯体冲突